先做个自个介绍 我这个主要工作员是用Ruby的 然后之前工作就是啥都做 就是啥都做过 现在主要是最近一年就是做 就是纯粹做API的 然后一年的话可能也写不了几个一天的 然后是一个远程工作 就是在家里工作 然后Graph QI的话 其实它起源的挺早的 它最早2012年Facebook内部就已经开始 用这个东西了 然后它2015年的时候 它把它这个标准开放出来 然后目前比较几个大厂 就是Github Shopping在用 然后目前已经发布了有五个版本了吧 然后经过这么长时间 其实它现在已经可以投入这个项目中使用了 然后我们这个公司先做个自个介绍吧 就是我们这个公司是做这个纺织行业 面向企业的这个SARS服务的 就主要在这个杭州那边 然后外博的话就是客户端的话 它会覆盖到这个外博APP小程序 就是包括iPad啊 一体机啊这些树莓派这些设备 就总共超过五个以上的客户端 因为5加C0才是 5加什么 就是从台湾放到高兰性的5加C0才是 哪一个第3号 这个是5加 是不是5个3号是吧 这是5个以上客户端吗 5加吗 就是个数字 然后目前API的话有超过300个查询 超过500个这种增删改的接口 然后GrabQL的话 整体其实它主要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一个查询的语言 它有自己的语法 第二部分它是支持这个查询语言 执行的一个执行服务 然后咱们先从这个语法层面开始讲 直接讲实现的话 可能比较这个堂础 然后讲GrabQL之前 大家可能之前调过一些 REST的这种API 是吧 不管是你做前端做后端 你做前端你得调接口 做后端你得提供接口 然后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是GitHub提供的一个 然后但是你看它这个 反合的有143K的这种内容 其实反合内容非常大的 然后REST API大家调的时候 如果你是作为消费者的话 你可能要用别人的东西的时候 你可能要写看别人的文档 是吧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喜欢别人 提供的文档可能很糟糕 或者描述跟实际的不符 然后你作为这个API的这个提供者 你给别人调用的时候 你可能还要给前端写文档 这也是你不喜欢的工作 然后GitHub要确实能解决这两个问题 然后REST跟GitHub的对比 就是REST它是 优点就是简单轻便 但它的缺点就是没文档 就是它默认是不支持文档的 二是它是类型是弱类型 它是全靠文档来来加持它 没有文档就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包括它没有校验 比如说你的入餐返回 全是靠文档来来约束的 就是你传哪些参数 哪些该传哪些不该传 这些这些问题GitHub都可以解决 同时它还可以就是 除了文档以外 它还有强类型 就是它的参数和返回都是强类型 就是它会描述出来的 同时它的参数哪些是B填 哪些是选填的 也会作为一个验证 同时你获取数据的话 就像前面这个例子 就是有些数据你可能是用不上的 但是REST的话就是一股脑全反 然后GrabQL的话 就是它按需取 它是把这个决策交给前端 就前端你自己想要哪些字端 你自己取一下 然后同时它可以 一个请求可以调多次查询 就这样子可以避免多次网络请求 提升一下效率 然后它API变更的话 就是如果你作为API提供者的话 你API可能有些字端 加线字端 删线字端 这个REST也是没有这个支持的 就GrabQL这块 对这块也有支持 好 咱们从一个最简单的这个 GrabQL查询开始 这个是一个Github提供的API 然后 这下面调了一个色尺 色尺接口 然后它搜Ruby相关的这个仓库 然后我这取这四个字端 它的名字呀 链接描述 那那个Falk的刺服 然后同时响应也只返回这么多数据 多余的不返回 好 查询 咱们从查询开始说 查询的话 就是上面这个是一个 GrabQL的一个相当于伟代码 就是Skimmer的一个描述的一个语法 就比如我现在有一个user类型 它现在有四个字端 现在有 这四个字端 然后同时我可以定义一个viewer接口 就是查询当前用户 它反过user 然后查询的话就可以 我只放在这个用户的四个字端 它就反过这么多 然后查询的话 它这个query 这个关键字 是可以加这个操作 操作 就是操作这个名称的 然后这个名称也可以省略掉 最终可以展示 就留着花括号就像 但这种是不推荐系 就是调射的时候可以这样系 但实际项目中不推荐这样系 然后第一种的话 会变于这种代码阅读 然后打日志的话 日志也比较清晰 然后后面这个 最终的监控也能利用到 然后 比如 query 它反馈的字段是 可以 就比如说有些字段 后端反馈的字段 可能你不喜欢 比如它叫一个 什么 ABCD很长的一个名字 你前端可能 就想 就用它一个字段 想它 改一方面 比较就叫A 你可以用这个Alias 来做 然后给它 可以起个名字 起个别人真相当 然后参数 它就可以通过这种参数 传进去 然后反馈进 上的结果 然后参数也可以跟那个查询分开 就是 Aribal 通过Aribal 来独立出来 就是 你的查询可能是死的 但是你的参数 可能是 活的 Aribal 可以提供出来 然后 Aribal 跟查询结合起来 就是这种标志 然后Fragment 是提供一种 比如说你查询 有很多地方 是重复的 比如 这么几个字段 总是要去取的 你可以把它抽象出来 抽象一块 然后到时候 使用的时候 用点点点 去 去使用 就像是抽了个方法 然后Mutation 就前面讲的是查询 这个就是接口 接口的意思 现在就是这个例子 比如说 创建篇文章 然后它有标题 有内容 然后 创建完之后 取一下 发表 然后 GraphQL的话 就是 GraphQL 整体的话 就是 有一个Schimmer Schimmer的话 主要分三部分 就是查询 然后增删改 还有一个就是 Subscription 这个是另外一个特性 就是它可以做推送 就是前面都是 你主动去要数据 Subscription 可以主动去推数据 然后这是一个展开的 一个Schimmer的一个样子 就是 它有 就是三部分 就是Query Mutation Subscription 是它三个大的入口 然后这入口可以展开的话 就是你可以加自己的查询 加自己的结果 通过 Quarrie和Mutation 去扩展 然后它类型的话 就之前说的 Rest是没有类型 GraphQL它有个好处 就是它有这么多类型 就是它有 基本类型 然后 每举 然后列表 然后它有 不会空的验证 然后对象 然后输入 Union 还有这个接口 Interface 哪一个 对 就是它 它这个类型 就是意思 如果它作为参数的话 就这个类型是必填的 就这个参数是必填的 对 然后它如果在对象 或者在自赞上的话 这个值是必有值的 对 就是前端取到这个值的话 会就不用加if else 有值 有值我在做逻辑 就这个值是一定会返回 如果没返回 就是扩张的问题 好 然后 基本类型的话 就是有 就这么多 就基本上就够用了 然后也可以扩展 可以自己去扩展 ID的话 其实就是死菌 只为它是 语义上更好一点 然后 object这种 就对象类型 对 就可以这样去 去定义 然后它有ID 也是必填的 就是必须有值的 然后name也是必须有值的 然后age email是 可能没有值的 然后列表 比如说我这个用户 可能有写了很多篇文章 就可以返回一个列表 然后 然后nown就是 这个ID 一定是有值的 然后 列表上的话 如果做成的列表 这个列表肯定是 不会返回空的 不会返回空的 然后 每局的话 就是用在 比如说 状态是 有限的情况下 比如说性别 我现在定一个用户 他的性别有男和女 这样就可以定一个每局 然后union的话 它用在这种 比如说符合这种 就是返回的结果 或者类型是一种 符合的情况 比如说 我要搜一个这种 我要搜 就是类似于微信里面 我要搜 搜个啥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用户 可能是个文章 对吧 然后这种就是 一个union 它就比如说 这个例子就是 反过用户 或者文章 你可以拿关键子去搜 它反复的是一个 search result 具体这个是什么类型 你可以用点点点 on 去展开它 就是 它是什么类型 它这些资本就会取出来 然后接口 接口的 大家搞个加了的 有多少 两个 三个 四个 好 接口的话 就是跟加了接口 就是一模一样 或者是类似于 其他语言的继承 或者怎么说 就比如说 我现在有一个number 一个接口 凡是实现这个接口的 必须 肯定会有一个 name字段 然后 我现在要定义 第二个search 就是我只搜这些name 就是文章名 用户名 都有哪些name 我可以去搜 它返回这些name 同样的 它可以直接取name 上下的字段 它是需要 这种按具体类型去取 多计程 多计程 对 因为它 就是个字段阅数 好 imput 其实就是一个 变向的object 只不过它是 作为这个参数 作为参数用的 就是复杂的参数 可以用 imput包装一下 比如说这个 创建这个文章 我可以把 标题跟内容 包装一下 作为这个notation的 这个入餐 传进去 然后这是一个 自省 就是Goyakial 除了它能 提供你一些 具体的借口 来通过它的 Goyakial语法 来去查这些东西 它同时还提供 一个自省机制 就是我提供一个 查询来查 我到底有哪些借口 这是一个 它比较牛逼的地方 比如说我现在可以查 这个目前借口 没有哪些查询 有哪些借口 都可以做到 这是三款 就是我这比较 常用的一些 客户端工具 第一种可能 后面讲到 就是会直接 集成在这个项目 剩下两种 就是大家看着 喜欢就哪有用 我喜欢第三款 第三款它功能 还是比较强大的 前面讲到这个 这个Goyakial 语法层面的东西 但是它后端的实现 就是服务端该怎么搞 接下来咱们开始 就是 目前的话 这个这个Gem 是比较流行的 一个Goyakial的实现 然后这个Gem的 这个作者 现在也是被GitHub 我雇用全职搞这个Goyakial 咱们从这个Hallover开始 就是实现一个Goyakial 就是最简单的Goyakial怎么做 我先订一个Schema 我有一个查询 然后查询的话 它有一个接口叫Hello 这个Hello的话 实现就是 你不管调查 我就返回一个Word 然后下面 最后一行是执行它 就是 Exact 把这个查询 Goyakial查询传进去 结果就是 下面打印出来 就返回一个Word 但这个只是一个 就是 它整体结构一个理解 正在使用的话 你肯定 还要基于 把它暴露成 ETCP结果 暴露出去 然后 一种就是 先加路由 然后 Controller里面内部 就是 拿到这个 传进来的 Variable 然后 Operation Name 然后组织Contest 传进去之后 这个 这个决心的 结果 直接想念 返回给 勾断就好了 然后 它整体的目录结构的话 大概就是 分这么几个 就是 Nutrition 插询 然后类型 还有Schema 就大概这么多 但目录结构 大家随意 就只是约定 促成而已 好 然后怎么定义一个 这个 对象类型 比如说 我现在有 有一个用户的 一个类型 用户一个model 然后它收铁库 可能有 有ID 有内模 有头像 就是 这块是 Rios的一些东西 就Rios 它会 自己做 收铁库的反射 就是 有哪些字段 我不需要列出来 不要有哪些字段 我就可以截取 然后底下 它是一个 Gracial类型的定义 就直接可以定义 它有 第一行就是 它暴露出去的 用这个 Gracial的内容是啥 然后它的描述 它这个给 用户看的描述是啥 然后三个字段 然后分别是什么 类型 描述是啥 然后 定义查询的话 就在Query里面 直接写 然后它实现的话 就是Define User 这样去实现 它这个是一个 根据ID 查到用户 用户的一个接口 然后文档 文档 就是说 它Gracial为什么 有个优点 就是它文档 是一个比较好的 然后你任何字段 任何接口 任何查询 都可以添加描述 道路给前端 然后 同时 如果哪些字段 要废弃了 第三 第三个字段 就是哪些字段 要废弃了 就可以写 这样在前端用的时候 它会画波浪线 前端看到这个字段 被废弃了 它会换其他字段去 然后后面的话 如果这个字段 慢慢被前端替换掉 的话 这个字段就可以删掉 它的API 就是进化会比较方便 不像你写REST 你是提供V1版的 已经有结果 在用提供V1版的 提供V2版的 不停的这种改 但历史包袱很严重 对 这个是Graphic 那个东西的一个提示 其他工具都可以做了 然后字段 字段它怎么去求值呢 就是你写的字段 它怎么去找到这个值 去把它渲染出来 它默认的话 会找这个底层对象的这个 这个同名的方法去调用 它一般这个 对象里面有两个事物 一个object 一个contest 然后它会调的object 这个同名的方法 如果它是哈希的话 它会调这个 哈希就可以把它理解为MAP 就你们除了 就你们除了 就后端 后端有多少 后端你们用什么语言 加瓦 还有吗 你不要说 这个就跟那个 哈希的话 其实我说的哈希 就跟家里面的MAP 就是一样的 就它是一个 是一个映射 然后除了默认的实现 以外 你可以指定它去拿 拿字段去求值 比如说你可以指定 message 指定一个方法 就是它去找这个方法 去求这个值 然后也可以指定 如果它是哈希的话 指定别的K 去求值 然后同时你 哪怕你也可以 覆盖它的实现 就是Fortstaff 你可以覆盖它的实现 去做 好 然后参数的话 参数 就是第一 怎么第一个参数 就只要写Argument 就好了 然后名字 类型 描述 然后是否笔填 然后默认指示下 然后后面还有些预处理 然后别名之类的 参数实现的时候 直接拿到就可以用 然后大家注意到 我写这个字段的时候 全都是下发线 因为Ruby的风格 是这种 这种蛇型的 下发线这种风格 但是一般消费者 都是GS去调的 对 对 GS的风格是 头红型的 所以你让写惯GS的人 去下发线 估计 满篇的头红跟下发线 他可能受不了 所以这个 这个账目 已经默认做了 就是把你这个 蛇型的东西 转换成头红 但如果你不想要 这个功能的话 你可以使用这个参数 把它进入 但是这个是1.8以后 才有的 我们当时用这个API的时候 是 这个1.7 1.7还没有这个功能 当时是做了一个 额外的处理 才把它处理成头红 然后 query的话 左边这个query 可能会有300个 然后你的笔范 可能就有300个 这个文件可能到时候 可能有1000多行 都不止 然后 但是就是 这样子就很难 很难维护 所以就可以把它抽出去 可以抽个resolver出去 然后参数可以提出来 然后视线就可以提出来 这样子就是 它的查询就只需要写一行 引用一下就好了 好 咱们说怎么定一个接口 怎么做一个增删改 这个是一个创建文章的一个接口 然后 下面是它的这个Payload的名字 然后描述 然后两个参数 一个标题 一个内容 然后返回post 然后resol是它的实现 不过这些都是那个Rios的实现 就是但是能说明问题 好 然后subscription怎么做推送 这个 比如说做直播呀 弹幕呀 这些就可以拿这个来做 或者是这种 那个声音提醒呀 这种 通知都可以拿这个来做 然后定义一个推送 其实很简单 就是直接subscription定义一个接口就好了 然后客户端订阅后 服务端只需要 用这个trigger trigger这个接口 把这个参数传进去 客户端就会收到这个推送 我们现在是拿这个来做这个工厂 就是我们会有 在工厂会电视机 摆很多电视机 电视机是 显示一些工人 先要干活一些信息 有一些新的任务的话 他会直接推送给工厂电视机上 然后工人看到就可以直接做 就拿这个来做 对 他这个只是 他对 他这个只是这个 咱们知道 GraphQL只是一个标准 具体实现的是 你看你自己 然后这个是可以拿 AX Cable来做的 对 AX Cable是Rules 一个自带 一个推送的一个东西 然后咱们说错误处理 错误处理它默认 是就是GraphQL的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约定就是它不是做这个 像Rest的话 它会拿一些凑码 比如说200500400之类的 来做一些额外的处理 但GraphQL是因为 Rest是因为接口 不同的接口是不同的链接 不同的URL Rest它只有一个URL 所以它错误处理的话 是在这个返回里 它如果正常的情况下 它永远是200 它错误处理是在这个 最外层的这个Data 同级的这个Error里 去返回的 然后如果有一些 验证类型的错误 比如说你该 该传B田参数没有传 它会报到这种错误 包括类型验证 然后运行时的一种验证 然后实现的话 如果你想抛一个 顶层的错误 就可以去Race 一个这样的Error出去 然后你自己也可以 继承它封装一下 也可以做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不想把它 作为外层的Error去处理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Error 当作一种正常的返回 就是错误也是一种处理 错误也是可以 反过一个Code端 把它去处理的 然后Error实际是 额外的返回 你可以自己定义 自己错误信息 去返回 然后这种的话就可以 集成一些这个 异常的这种服务 异常的记录服务 这样子就是后端出问题的话 你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消息 去解决 就不用等老板给打电话 有记录有记录 对有记录 有记录 然后你这个是 分水的一个实现 就是只需要一行代码 就可以搞定 对 然后下面是一行报册的 这前两天发生了一个报册 啊 访问不了 翻吧 然后 多少时间 讲了一个 15分钟是吧 25分钟是吧 25分钟 人类 人类通常也是Facebook Facebook搞出来的一个东西 就是 Reactor也是Facebook 对吧 GrabKL也是Facebook 那肯定 人类也是Facebook 他为什么搞这个 就是前面说的 GrabKL这个 他已经定义了一堆 查询 接口 对吧 但是他没有一个 最佳的实践 去让你利用这些基础的东西去搞 人类他是一个比较好的实践 就是 首先他有一个GS的扣端 去做些事情 同时他有一个扣端的约定 就是让你去 按照这些约定去搞 就符合他GS的这种预期 然后Relay的话 后段的话有三种 三个这个约束 就是 他必须有一个 OLED的一个ID的定义 然后 Connection是他这个基于 游标的一个分页的一个 一个事件 还是Mutation的一个事件 然后 对象 对象ID的一个实践 就是他任何 对象 如果你要支持这个 Relay的话 都需要实现Node的接口 就Node的接口 就需要有一个ID自带的 然后同时他还会提供一个 Node的一个 查询 就给我ID 我返回你这个对象 然后这个实现是怎么实现的 就是一个ID 怎么能返回这个千千万万的 类型的这个实力了 所以他这ID会 做一些这个处理 你看这个ID是 其实ID是Base64后的 Base64里面 它包含这个 类型信息和他的 真正的ID 然后他实现的话 就可以去这么实现 他Screamer覆盖三个方法 就是ID整对象 对象整ID 然后类型的一个解析 然后 其实他基本上都给你 当你实现好了 就需要 用一下 然后UserType的话 就需要实现一下 这个Node的接口 然后定义ID类型 然后定义一个Node的 这个接口就好了 他这个好处是啥 就是如果你 你现在不要开发一个 很大的项目 有300个资源 你可能就要开发 300个列表的查询 同时开发300个列 这个每个资源的 详情接口 什么User详情接口 什么文章详情接口 各种详情接口 但是如果有这个的话 你只需要开发 一个详情接口 只需要定义一个Node就好了 他这个实践是 有点是他是做 Refetch用的 就是Code端 比如说 刷新呀 或者创建完 我要拉一些 最新的还是数据 还是做Refetch Refetch的话 他只需要一个接口 Node给我ID 我给你对象 就可以搞定 然后Connections 就是它是一个 基于优标分页的一个事件 就是它默认是 实现的是上页下页 它不是按那种 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去实现 这种就很像 就比如大家用GitHub 比如说GitHub 我发现GitHub分页只有上页下页 没有第一页第二页 然后比如说有个用户查询 Fest的话就是我要查前两条 就是一页多少行 然后它会返回给你分页信息 KGinfo是分页信息 然后开始优标 结束优标 然后Edge是你 优标跟你数据的这个集合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 结束优标是那个MG是吧 MG 比如说你要做下页查询 就把这个MG 作为这个下次查询的这个 优标的开始 After这个MG 它就会返回第二页 就相当于下页 然后然后再下页 就是一次对推 就这么去做 然后实现的话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 把这些UserTap 改成UserTap的ConnectionTap 就好 就剩下的参数 然后分页实现 它已经帮你做好 然后Mutation Mutation它的这个实践是 参数包张成这个Input 然后返回包张成Payload 然后参数和Payload 都会有一个 这个ClientMutationID 这个是做什么 就是比如说 大家做后端或者前端 它会有一些重复提交的 一些事情发生 比如说按钮 可能用户连户点两次 你会创建两个一样的东西 或者是这种Bug 这个死循环 写着死循环去提交 然后它就ClientMutationID 会这个 是你前端可以自己传的 然后后端原样返回给你 然后你不同的请求的话 你可以随机去 做这个ClientMutationID 这样你两次请求 ClientMutationID是不一样 可以做这个提分 然后实现的话 也很简单 你只需要 你在实现Mutation的时候 只需要继承那个 人类Classic的推行就好了 剩下的就是正常写 该怎么写就怎么写 好认证 就是 大家看到这个 GraphQL它只有一个 underpoint 就只有一个URL提供给前端 然后参数的话 它也不让你传额外的参数 就是参数你也只能传 Query跟Orible 额外的参数就是得通过 投信息传过来 就是认证信息的话 只能通过投信息传过来 然后正常情况下 你可以传一个这种 认证 你自己后端分发的一个token 然后传过来之后 可以去给你这个token 找到这个登录用户的信息 但它不做校验 就是这层 是不做校验的 为啥 就是因为 GraphQL是 Control的层 你是不知道它掉什么接口 也许这个接口是不需要认证的 所以它会交给这个后面去处理 它只要把这个context准备好一下 好 然后后面的事情就是授权了 授权它默认会提供这个三个方法 就是Visable 然后Visable是 做这个 正常情况下 不做限制的话 它RackQL的Screamer 是完全暴露给用户的 就是你有哪些接口 这些类型有哪些字段 完全是暴露给用户的 但你不想把它暴露给用户 比如说你有授权用户 才能看到这些字段 可以用Visable去限制它 然后我的Senseball是来做 它能不能讨论这些字段 然后但是它没有这个 它只能是之前去判断 它没有去办法做这个事后 就是我拿到直了 根据直动态去判断 它能不能讨论 能不能给用户 Otherize是可以做这个 做这件事情 它是有这个实际对象的 就比如说我现在查到一个用户了 你可能动态去做判断 比如说这个用户只能讨论 这个他能看到的文章 他比如说加密了文章 或者设了这个密码的文章 还是看不到的 你就拿到这个文章对象之后 你才能做这个数权判断 然后这是一个这个 这个实现 这个实现是 其实是做登录验证的 就是我额外的扩展了一个参数 叫Auth Required 就默认情况下 它是都需要认证的 然后这个参数 我会看一下 它会不会跳过认证 不跳过的话 就要反问这个 CounterUser有没有这个值 没有的话 所以就拒绝你的情绪 然后把它这个 执行为这个默认的 被造型的那个feel的实现 然后接下来的话 你的view的结构 view的结构 比如说不需要认证 你可以Auth Required False 这种接口就不用传那个认证图肯 直接就可以放了 然后默认其他的接口 都需要认证 包括接口也一样 然后前面这种是 谷歌默认自带的 这种它认证的方式 后面这种是第三方的这个 这个JAM 就第三方的酷 它提供了一种认证方式 就是它 可以作为插件 结伸进去 然后 比如说这个 当前用户的这个接口 可以用大版 去写 然后看待用户存不存在 不存在的话 就不让你用 然后之前说的这些 大家发现都是基于Jayson的 就是Jayson传进去 Jayson传出来 那你如果做一种文件上传 二斤质的东西 这个它是 目前是支持不太好的 但是你可以用额外的东西去支持 它不可能把一个文件 被子64 转化 传进去 一个一照文件 可能被子64之后就非常大 所以它可以用这个jam 来解决 然后你接收的话 就直接拿这个file 去接收 可以就当文件去处理 然后 目前它对这个 active storage 提供不太好 你们也不用关心 然后下载 同样下载也是个问题 就是它返回的是Jayson 比如说你要下载的文件 你不可能把文件 也同样被子64返回 那是很大的东西 然后客户端再处理一下 所以下载文件 它就是没办法处理 它可以 但是它可以有一个实践 就是你可以用 接口去返回下载链接 然后下载链接 给前面 让前面自己去下载 好 N加1 就是 大家平时做加的话 N加1 多吗 还是说不care 对 对 就是一般情况下 正常情况下 不会出现性能问题 估计都是不管 就是 等真正有问题的时候 大家可能才操心 这个google KL为啥 N加1为啥严重 就是 你像写RES的接口 你返回哪些值 你是 确定的 所以你可以提前 做一些N加1处理 inclose 提前做N加1处理 但是googleKL 它是按需取的 所以它到底要不要这些资源 我也不知道 就它请求发过来的时候 才知道 你不可能到时候 你的实现是 分析一下它的语言 然后再做N加1处理 然后就可以利用一些 这个质量这样的去做 然后 集成的话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 在你要 N加1的这个资段后面 做一个preload 然后 把它关系写进去就好了 但是这个做RES的人 就一眼就明白 就是你们可能 就是 就是 脑补下来想 不过这个确实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好 这个MassDest 是啥 就是 一旦就是 googleKL的优点 就是它 交给前端 前端自己去取 就拿下字端自己去取 但是它 B端就是 完全交给前端 就是 你根本就不知道 前端会写出来什么 2B的这种查询 它可能一个查询 可能把整个数据后 都查出来 这有可能 然后它可能被懒 它可能想 我反正都要取这么多数据 我就一次 就全取出来 也不玩笑 这个是一个 不太好的例子 这个就取了11层 就是取 当前用户下的 仓库下的 ASO下的 评论下的 这种 修订的 作者 这是不好的时间 所以为了限制它 前端做这种 2B这个事情 就可以 限制它这个 GRAC的这种层数 就比如说 低大适层 你在适层 以上它就 报错了 就不会给你响应 然后 然后监控 就是到后期 你的接口 查询都多了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这种 性能 有些时候 有性能问题 但这种性能问题 如果你不上监控的话 你也是懵逼的状态 所以你 就我建议 就是一旦 就是如果是个大项目的话 一开始做 就最早把监控搞起来 然后监控的话 这种 这个GEM 我们已经集成这种 主流的这种监控 然后什么 New Relic 这种东西 Data Dog 然后我们 我们现在集成Data Dog 就前面 前面 里面那个 Scout跟Skylet 我们都试过 就是 感觉服务一般 后面就换成Data Dog Data Dog的话 其实一用的话 只需要一行代表 就可以用 然后就是 后台就可以看到 这种监控数据 因为不像正常的这种监控 它是可以按请求去监控 因为Guyakil 它就一个请求 它靠一个请求去分化 它就靠一个请求去分化 所以它可以集成 它必须要集成Guyakil的这种支持 按这种查询接口去监控 然后 打日志 日志能早打就早打 就是 因为前端怎么掉落 你是不知道的 有哪些参数你也不知道 然后 有时候定位问题 比如说前端传来一个 错误的查询 然后还怪后端什么 你实现有问题 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集日志 日志给他 你看什么 明明是你有问题 其实这也很简单 然后 Skimmer tracking就是 Skimmer就是可以导出来 就是对外暴露 Skimmer是可以导出来 然后生成一个文件的 就是 实践里面 就最好的实践 就是把这个Skimmer 记在你这个Git的这个仓库里 每次API修改 都拿Git记录下来 就每次 拿增加的还接口 增加的还自断 删的还自断 就是记录在Git里 到时候出了问题 就可以找人了 包括你在这个Skimmer 大改的时候 大改就是说 可能你一个负类 可能不小心实现错了 导致后面 好多自断就出问题 然后但是 它反映出来的Skimmer 就会直接反映出来 就直接报告出来 这个问题 要不然你就是 你拿着眼看 也看不出来 好 基本上就这些 大家有啥问题 这刚说那个Fu的求职 这个问题很好 就是大家看到 我很多代码都是这种 只列字段 不列实现 其实它实现 我之前说过 我拿一个用户详情的 这个查询来解释 我定一个用户 这个拿ID 查用户详情的这个进步 删除ID 然后ID 然后ID 传件之后 它的实现是user方法 比方的user方法 然后这个是 Rios的一个model的一个API 就是它根据ID 查用这个user user model 返回这个user model的实力 然后你看它这个 详细这种 返回的user type 是吧 对 然后 刚才那个user实力 跑哪去了 就是跟这个 它就会注入到 这个user type里的 object里 就这个object的实力 然后你取决的话 就通过object去取 然后数据库的话 数据库的话 就是 这个define user 写里面就是 你自己的实现 就是哪怕你用 其他数据库 就是pg啊 master code啊 或者 所有所有都可以 然后 类型的话 就是我说的 就是它 基本类型的一些 如果你要jsonb的话 如果是json 报纸数据 你可以 两种方式 一种是作为次准 然后给 反挥的那个 作物端 对 第二种就是 你可以扩展自己的json类型 所以它可以支持 自己扩展类型 对 因为你看 进入类型里面 少一个 长的类型 就是时间 就是你也可以 继续扩展 就它只需要 定义两个方法 就是一个 序列化 一个反序列化 一层 我还有 我从来就是 可能有 我跟他一空 这里面说 是前端可见 人家是大家可以 爽的 有些 对 可能会有一些 知道 希望前端看到 实际来后 有个电话放 有什么学法 明年思考 让前端从看到 他的处理过 对 他还是这个 求知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改求知的事件 你拿这个object对吧 比如说 这个object里面 你要的电话号码 然后 你可以把这个电话号码 比如说 比如 fone 把它想象成 foss letter 这是你要处理的东西 对吧 可能你 原来还会 对 把它覆盖掉 然后你做 你额外的处理 就比如说中间 搞成信息 都可以 可以 我们其实也有这种场景 就是客户一些敏感信息 比如说 他之前是客户的 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 就称 什么称简里 他就现在称 什么后面 你不知道 没有这种场景 包括电话 我可以做一个统计 我可以做一个统计 比如说 去定义一个 比如说 你要做一个报表 比如说统计 最近用户 用户登录次数 是吧 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个 像Uritype一样 一个东西 就是 你可以自己定义 这种报表的这种类型 然后它有用户信息 它有登录次数 然后可以自己定义 去查新这个数据给它 我看就是 你自己定义 也都是在 远藏的时间 对 如果我需要查 查的 有没有一万 这个东西 其实它只需要 实现resolve就好了 就比如说 拿一个 对 拿这个resolve来几个 它的实现在 过来 resolve resolve resolve是你查 这个一百万数据的逻辑 然后 这个数据 反而给 回去的时候 它才做这个数据的 这个 这个怎么说 求职 然后做 然后 做成那个 做一些处理 然后整体才反而给用户的 对 就是这个resolve 是它的实现 就是resolve里面是你查一百万数据的 这个实现 啊 就你类似于是做一种 etag 是这种 这种 这种没有做过 但是你可以基于数据来做 比如说你可以加那个 二级缓存 和gredis 做那个 其实我们还有个实验室 拿那个 sicle level cache 做这个二级缓存的 不过它这个 这个目前这个gem的一个 性能的一个差的一个地方就是 反汇数据量比较大的话 就是性能比较差 但是反汇数据量比较大 也不是一个好的这个 解决问题的思路 还是找其他的办法去解决 然后包括分页 就是任何列表 最尽早做分页 还有任何问题 我感觉你做这个房子 定一些数据结构 对 我这是因为 给大家讲这个 gredis 所以聚焦在gredis 实现上可能 非常复杂 因为我们是做面向企业的这种 SARS服务 业务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因为客户的定制需求非常多 其实 你定一类型 其实我们工作中最简单的部分 实现才是最复杂的 举例子 这跟你业务有关系 就实现比较在哪一些 对 就比如说 你现在这个参数过滤 对吧 就比如说参数过滤 现在是根据的类型过滤文章 是吧 我们有 有些借口 可能有20个参数去过滤 可能你就要写20FLS 去实现它的这个数据过滤 但是这种体验 是在这个结果 对 这种类型 你就定完这些数据过滤 你要大量去实验 对 对 太简单了 不是 主要是因为 另一方面是因为 有两部分 一是Ruby Ruby这个语法 它做一些DSL 它会比较方便 二是 它是基于Rules 就包括一些数据库查询 那个ActoRecord 它的语法比较简单 当然你 对 如果你用加我去实验的话 代码肯定 乘个2或者乘个3 因为 因为它加二是强类型的 就举个例子 举个什么例子 就用户和文章 拿这个举例子吧 比如用户和文章有关系 比如用户会发很多篇文章 在家里是没办法直接做这个关系的 因为你用户去引用文章的时候 文章这个类型得先定义 对吧 然后文章也是人写的 对吧 文章的作者是人 那你定义文章那个类型的时候 需要一个用户的一个类型 是不是 这个也是没法做的 因为你做文章的时候 用户得先定义 怎么做 对 所以你先定义两个东西 就两个最基本的东西 先定义用户跟文章 他们有最基本的字段 他们的关系 再写一个什么接口 再写一个什么API 把他们的关系建立起来 对 但是都是额外的事情 就是你得先要这两个类型 才能再把这两个类型 关联起来 但Ruby就不一样 Ruby它有这个 长量查找机制 他说的是额外一篇 比如说就是用的type add field 什么什么内幕类型 你再去用额外一篇去处理 简单是因为 一个是语法好的框架好 当然你用其他原生 我曾经用go 做过一个graph的例子 这写的我都不想写 非常复杂 加完一个Spring那个公司 Spring Spring 他就不还一种 对 对 Java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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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这个推厂 有一个 啊 对 啊 我给这个 好的 还有什么问题 你们有没有做前端的 前端的话他可以利用些这种成熟库 比如说阿波罗 然后和这个REAT去集成 然后前端的话 上个网 前端的话 其实一样的 前端他这个暴露出来 这个只需要集成一个阿波罗 一个客户端一个实力就好 然后你请求的时候 你需要传两个东西 一是查询语句 就是Guyfile这个语句 二是Rev 就两个残数传进去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有个方法封装一下 就是有两个参数 一个查询 一个web 穿进去 达到结果 你可以用 它是个标准的 它是个标准 就是你实现 你是什么语言实现 都可以 它是个标准的 对 对 让我上个网 是吧 看到这个比较感兴趣 怎么弄散 直接用整体的 不用 它 其实很简单 不两个 直接跑本地项目 然后之前说那个 它这个项目 直接集成那个 Graphic 就是Graphic 是Facebook提供的一种 外博的这种 客户端 这是 比如说这是查 这个 用户列表 对吧 这是用户列表 这是一个结构 没问题吧 我想掉第二个结构 你直接 这是第二个结构 比如说查 当前用户信息 实现有问题 是吧 你就再换一个 这只是个例子 好 这不是Rubic 这是Graphic Graphic 是不是掉两个结构 然后拿了两个结构 然后前端的话 其实 就两部分暴露 就是只要传两部分 一部分是这个查询 二是它是Rubic 可以提出来 比如说 False 我要查前五个用户 然后Rubic 的话 可以抽象一个编量出来 五 然后作为一个编量传业 然后它的类型是硬材 一样的 然后文档的话 就前端开发日常 就是调试 然后看文档 比如查询哪些参数 就可以通过这个Graphic 文档去看 然后哪些结构 然后这些用户 有哪些类型 就可以这样去看 然后上面有描述 比如说头像 就头像之外 下面有文章 就这样 对文章 文档是一个很 Graphic最大有点就是文档 就它解决了文档 我们最早做那个项目 不是基于Graphic的话 有一半时间是在写文档 就是实验时间是在写文档 而且文档也很难维护 就是你一片有变动 还得维护更新文档 我才有一个弹度 我突然一块搜到 它就很棒 不上新度的 对 我现在想去的 Rest 这种 就是给玩的 在走别起 那个 有一个 杀式工具 叫控 Graphic 所以它有 Bosman 这个 Bosman 它就 它就 共享树是不是 它首先就解决了 文档就解决前端 后端沟通的问题 有时候缠着你 这个怎么有问题 前端缠后端 后端缠前端 前端缠 不过这个一旦用起来之后 就被有前后端之争了 比如说 你明明可以 多调节 多请留自带 然后前端说 我懒得弄 你再给我个自带 你又项目 你说一部分 也不能签议一下 我觉得 我觉得也没问题 因为你REST都能调 你Graphic 还是只有一个 更简单 Docker它这个操作系统 肯定啥子可以 肯定可以 肯定可以 可以在Docker里 Docker里跑它 然后做一个连接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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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它 跑到那个 把Graphic 下了Docker 然后用那个 靠根 你比如说的 Signalize Signalize 跑那个 Docker 然后结合 你意思它是作为 后端项目的这种 后端的API 给后端使用 还是给纯纯端使用 这个还是要实现的 你要有业务实现 不是说它是一个 数据库 它装好 它就直接弄 它是一个 需要自己参与的实现 实现 那个也只是一个标准而已 就是它底层 还是Guyakil 你只要包括Guyakil 一个接口出去就行 剩下啥都不用管 还有没有 谢谢大家